末日已知,俄合保险被陡然刺穿,美国疯了,无限赚紧的钱终究还是崩了。 当地时间10月8日,连接俄罗斯本土和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唯一一座铁路公路两用跨海大桥,克里米亚大桥,陡然发生了巨大爆炸。 事件发生后,俄罗斯方面在第一时间封锁了这座军民两用的,具有特殊战略地位的海上交通弹道。 2014年克里米亚入俄公投,顺利实施后,为牢固克里米亚与俄罗斯之间的交通往来, 优化随时可能发生的特殊情况之下的俄军反应支援速度。 时任总统的普京则成俄罗斯政府开始了重建克里米亚跨海大桥的战略项目实施。 而犹如母婴相连的旗带一般,这座被寄托了俄罗斯民族国家统一梦想的跨海大桥, 也终于在2018年顺利建成通车。 然而,就在仅仅建成不过四年之后的今天, 这座耗资意外,至今也是欧洲第一大桥的跨海大桥, 却在阴谋算计中被人给炸了。 没错,如果该起事件发生后, 全球各国在一片折舌中究竟达成了怎样的一致的话, 那么这场爆炸并非抽货, 而是人为则一定会是少有的共识, 不过分歧还是存在的。 所谓苦主的俄罗斯方面认为, 爆炸来自于汽车炸弹, 当然,俄方披露的一些现场视频来看, 似乎也佐证了这一点。 当公路面上一辆满载不明物体的相识汽车, 恰巧于铁路桥上一列满载油料的火车擦肩而过时, 爆炸发生了。 显然,站在俄方视角来看, 不论是伪装成民用车辆的炸弹货车, 还是蓄意引爆的事迹, 该起事件都可以被定性为是一场卑劣的, 下散烂的恐怖袭击行为。 不过,至于是谁袭击并炸毁了克里米亚大桥, 俄罗斯方面却至今并未提及, 然而,乌克兰方面似乎不甘寂寞。 就在爆炸发生后的第一事件, 乌克兰真理报当即刊文援引匿名消息人士内幕称, 炸毁俄罗斯克里米亚大桥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一次特别行动。 当然,这还不算晚,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 乌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同样表示, 克里米亚大桥事件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所有非法事物都将被摧毁。 此外,乌克兰空军也在第一时间进行了类似的表达, 这算什么? 在俄罗斯方面都已经大致将其定性为了是一场恐怖袭击, 甚至已经派遣了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进入调查的当下, 乌克兰却自己跳了出来表示, 这不是恐怖袭击, 只是战争行为。 当然, 克里米亚大桥也确实有着成为战争目标的价值, 作为连接俄罗斯本土和克里米亚半岛唯一一座铁路公路两用跨海大桥的重要战略地位暂且不论。 要知道, 此时在俄乌战场上整代补给的浅险俄军士兵还在等米下锅呢, 然而, 乌克兰炸就炸吧, 一脚踹翻了俄军的饭碗不说, 还非要扯着一张大嘴的满世界嚷嚷, 就是我干的, 只是赤裸裸地蔑视了。 有记得在今年7月时, 面对乌克兰数次宣称将对克里米亚大桥发动袭击时, 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还在严厉警告称如果遭到攻击, 审判日将非常迅速且猛烈地到来。 什么叫审判日? 对此, 美国媒体, CNBC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援引总统拜登的解释称, 俄罗斯口中的审判日指的就是包括, 但不限于战术和武器的运用。 再直白一点, 连接俄本土和克里米亚的这座跨海大桥, 并不是一座普通的桥, 而是一座上了和保险的特殊的桥。 当然, 对于这样的保险, 美国方面也表示了认可。 在CNBC的报道中, 他们援引报道了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的三条和红线。 一, 俄军遭遇重大军事失败, 至少一个集团军规模的整编部队需要核武支援摆脱被全坚的风险。 二, 和关键设施遭到破坏, 如何建战克里米亚大桥。 三, 和核心高层人物遭到生命危险。 然而很不幸, 如今第二条已经出发了, 死局又一次地被摆到了俄罗斯的面前, 乌克兰已经漏子了, 接下来轮到俄罗斯了, 核大战吗? 就在刚刚过去的10月5日, 美俄两国同时宣布重启红色电话。 按理说, 美俄两国的举动本应是当前局势逐渐放缓的一个积极信号, 作为一套因古巴导弹危机而建立起来的, 旨在避免美苏因信息误判而最终引发核战争。 24小时专人职守高度保密的电报系统, 红色电话自诞生一时, 就一直充当着美苏乃至于后来的中美之间, 用于高级别快速沟通, 减少突发冲突事件误判风险的压仓时角色。 一个相当有趣的冷知识, 自冷战结束后, 美国仅与中国之间保有了类似的军事热线。 换一句话讲, 随着俄乌战场的不断惨烈, 当然, 也可能是因为把北溪书气管道给炸了, 彻底断了欧洲的后路。 俄罗斯火速通过吴东四周入俄决议,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接关闭核潭通道, 宣称普京不下台, 欧乌就永远打下去这一系列事件的叠加影响, 预感到核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的美国人, 感觉要玩脱了。 于是, 在美国的前头, 俄罗斯的欢迎下, 两国自苏联解体后, 首次宣布重启红色电话。 不得不说, 美国此举在过去的几天中, 确实给足了全世界一种和平将至的想象空间。 北溪被炸了, 欧洲金融产业资本大量外流, 经过一场欧乌战争, 不论是欧洲各国还是乌克兰, 都已经被彻底帮死在了美国的争霸战车之上。 吃饱喝足之后, 最安逸的莫过于什么? 打个盾, 萧萧石, 和平, 踩着刀剑而来了吗? 当然, 看过罗列之前文章的读者都明白, 这一切不过都只是假象。 原因很简单, 自北溪被炸之后, 瘦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及地区战争风险, 急剧上升风险。 欧洲的产业, 金融资本虽然确实出现了大举外迁的客观趋势,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欧洲的产业资本迁移的方向, 是市场潜力更为巨大, 产业配套更为齐全的中国而并非美国, 金融资本倒是大举入美了, 不过相当讽刺的是, 如今的种种现状表明, 在美国经济危在旦夕, 美股美债泡沫直冲云霄的今天, 欧洲金融资本虽然贪婪, 但是相较于动辄以年为投资周期的美债接盘, 他们更感兴趣的, 或许是以天为投资周期的美联储逆回购, 至于绑在自家战车上的欧洲各国与乌克兰, 10月5日, 在愈加严峻的断气危机下, 终于冷静了头脑的德国副总理哈贝克公开抱怨称, 与美国为首的友好国家, 趁着德国急需天然气的当口, 将受得的天然气价胎成了天价, 天价有多贵? 一艘满载的俄罗斯天然气净价4000万美元, 靠港抵美后更改产地成本上升为6000万美元, 横渡大西洋后抵欧卖价2.75亿美元, 这就是如今的现状, 德国及欧洲拿美国当老子, 但是在美国眼中, 他们却只是凯子, 乌克兰就更惨, 连凯子都不配了, 邮寄的在今年4月3日, 自当我为民主流过血的泽连斯基在公开发言中, 曾痛苦回忆称, 2008年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参加的北约峰会中, 被美国提名的乌克兰与格鲁吉亚本可加入北约, 但最后却因为德法等国的反对而落空, 纵使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也未能扭转局面, 关键要素有二, 一,美国提名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加入北约, 二,德法反对, 换言之, 即便到了4月3日, 乌克兰还依旧是抱有幻想的, 主宗万般盛名, 奈何身边有小人, 然而事实呢, 当9月27日乌东四周完成公投并正式加入俄罗斯后, 为了保住剩余的领土, 火线递交文件并申请乌克兰快速加入北约的泽连斯基, 等到来的却只有一计响亮, 美国明确表示, 乌克兰现在不合适加入北约, 乌克兰是否已经被彻底抛弃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很显然, 乌克兰的当权者们害怕自己被抛弃, 以身是和, 你敢相信, 当克里米亚跨海大桥发生爆炸的那一刻开始, 无论俄罗斯接下来是否会采取进一步的激烈行动, 乌克兰以身是和的事实都已经无法改变, 而在此之外, 一手将曾经的兄弟之国推上了同事操歌, 死地之中的美利坚, 又何其独言? 截止罗列转告此处的10月8日19时, 和国家反恐委员会调查结果显示, 已确定在克里米亚大桥上发生爆炸的卡车车主的身份, 维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居民, 这样的调查结果意味着什么?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鲁茨基的表述, 或许可以让我们感知一点什么, 俄方对克里米亚大桥事件的回应必须是强硬的, 但不一定是迎头回击, 除此以外, 针对乌克兰方面的自行认罪, 国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当天在社交平台上的反应也相当微妙, 基辅政权对民用基础设施遭破坏做出的反应, 说明其具有恐怖主义本质, 不知大家是否看明白了? 当克里米亚大桥爆炸发生后, 俄罗斯方面在第一时间将其性质定义为了恐怖主义袭击, 并授权国家反恐委员会介入, 当乌克兰方面自行认罪后,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却只是谴责了基辅的恐怖主义反应, 至于民用设施是谁破坏的, 持此不提, 当梅德维杰夫关于克里米亚大桥的核包险被实质触发的那一刻,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鲁茨基说的确实, 不一定是迎头回击, 闲事已经明了, 成功拿到了吴东四周, 甚至同意与美建立红色电话的俄罗斯已经无意战争, 甚至开始积极朝着河潭方向靠拢, 然而, 恶疯了的美国却并不打算结束这一切, 在他们的指使下, 一道事关人类文明存需的最后的保险, 在美俄红色电话的恢复建立下, 被勉强地建立了起来, 然后, 美国人便迫不及待地推荡着乌克兰, 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试探, 克里米亚跨海大桥, 吴东四周在手, 和平收益暂时大于战争, 俄罗斯忍了, 但是, 退一步真的就能海阔天空吗? 美国人不会就此收手, 俄罗斯同样也不可能无底线后退, 而这场看似遥远的战争, 也越来越不再可能只是被局限于俄乌之间, 美国被曝近期开始大量采购放射性疾病药物, 退无可退了, 大使馆被炸, 习义粉骗局, 苏莱曼尼遇刺, 军运会鬼鬼祟祟, 普京智囊之女杜金纳遇害, 安倍惨遭鲜弹枪打成筛子, 北西管道全线瘫痪, 越来越频繁, 越来越大胆, 美国及其走狗们, 在国家恐怖主义之路上, 彻底的疯狂, 他们要全人类陪葬,